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罗章两个人一见面互通姓名 罗章这才知道 这老头姓黄叫黄奎 骆驼岭的主将 掌握兵权 罗章一报名 老头一跳 罗门之后 知道知道 你的先人就是长盛将军罗成 罗成还了得 下面是扫北王罗通 你叫罗章 将门的胡子 来来来 跟老父大战三百合 催马过来 二马盘魂 斗在一处 刀枪并举 老头真厉害 掌中这把大刀上下翻飞 但您别忘了 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 上岁说心不服那不好使 英雄出少年 那罗章那可不是一般的 这条大刀上下翻飞 这条大刀上下翻飞 冲神入化 神鬼莫测 也就是二十几个快速 枪磅上一扁 他拿刀一架枪一方个奔了下头 奔下头 吃溜就到了 奔小肚子来的 一拧 枪过去了 好像没穿到肚皮上的 虽然枪过去了 罗章王为这一袋枪 枪鹰子里头有五把钢 五把钢钢在那枪鹰子里头藏着呢 一袋那钢好使了 正好挂住盼甲韬 挂住甲燕 咔嚓就这几下子 连皮带肉 这一下就跟他拦开了 伤重不重可也不轻 但是也不致命 鲜血望下一躺 把老黄奎疼得 哎呀 败归本队 哭哭哭马上就摔下去 那姑娘一看 赶紧从马上跳起来 爹 爹你怎么样 嗯 哎呀 躺死我爷 快找医官 医官找来直血包扎 抬回城去 老头还说呢 丫头来将甚是厉害 今天不要站了 高挂免站牌 要爹 瞧您说的 您不行不等于我不行 您回去休息 把这些人交给我了 我一定给爹爹报仇雪恨 你们先撤一下 姑娘说完了 最码晃三尖两刃刀 来战罗章 战罗章心手爱个大姑娘 你还能有什么能力吗 你就是长得漂亮得了 两个人这一伸手 也就是十七八个会合 二马一错弄过 刀交单手 轻输圆壁 蹭一把 抓住战罗章的盼甲涛 没费吹灰劲 你过了 过了个你给我 夹住了 回归本镇 哭通往地上一摔 搬 把他搬着 他扎到我殿 饶不了他 五花大王捆上去 罗章面红耳赤 往本镇上看看 心说话 爷爷我对不起你 我打了败仗了 丢人现眼 罗章一被囊 秦英眼珠的同志 推马 晃虎头造金枪 大战这姑娘 秦英就问 你谁呢 你跟那老头什么关系 呀 还不知道我是谁呢 那是我爹爹叫黄奎 我是他的女儿 我叫黄金灵 鸭头天子 快把我们的人放回来 不然我叫你在枪下做鬼 照经照经 Groß 二十回合 二马错凳 姑娘 刀焦单手 清淑圆毕 母활过 过那么问题 干 困上了 亲眼看看罗章 我来陪着你来了 罗张说这套品啊 咱俩凑顿了 那男子喊大商 怎么就没他劲儿大呢 看这鸭子长得品 苗条的劲儿从哪来 他不是吃了邪药了 单臂一晃千斤之力 抓我的时候 我本不想过来 哪知道身不由住 劲儿太大了 我们错翻了眼皮了 这丫头绝非等闲之位 等着吧 等待一到 第三个出阵非是旁人 正是秦汉小错子就这么高 晃中掌中盘龙大棍 一哈腰 来到军阵把棍子一晃 呆 丫头 知道我是谁吗 黄金灵一瞅 这人长得还可以 个儿太小了 哎呀唐莹真是没人了 把这种货也派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 要问我有名有姓 你再马上做文听着 祖居山西江州龙门县粉西村大王庄的人 我父薛白袍薛然贵是也 往下问 我就是石宝大将龙湖状元 二路元帅薛丁山师爷 大伙一听全乐了 这孩子够坏的 你自己有名有姓 你报人家得干嘛 其实秦汉一琢磨我哪有名姓啊 谁知道我是谁呀 我是老几呀 我要把我是徐庭山 多打腰提气 黄金灵信以为真来 文凭此言倒吸了一口冷气 桃红马倒退了六七步 你是谁 薛冰山师爷 你就是薛冰山 然爷 还不想 За一几年 黄金灵心说不对劲 我听说那薛冰山 人中之节啊 小伙长得成了帅 要不一些那个梵梨花 怎么能嫁给他呢 我听说三情梵梨花 三大梵梨花 就那么得那梵梨花都没死心 非嫁给他不可 肯定此人有长处 听说这个人是标准的美男子 怎么也不起码个这么小 就这模样 我说你是不骗人 你到底是谁 我都报了名了 你是薛丁山 我还没说完呢 我说的那是上半截的话 要问我 我也不含糊 姓秦宁汉 姑娘气得笑 塞巴都鼓起了 你们都是什么人的 两军阵前跟我耍开了贫嘴 拿命来 晃三尖两刃刀 大战小撮的秦汉 秦汉可真厉害 咱们说过 王老老祖的真传 个性红他灵巧 刚一看他自流 在马皮肤底钻过去 刚拨过马就揉他又回来了 刚一看他奔他蹦多老高 黄金灵心中暗响这是个敬敌啊 我是全神贯注 要稍不留神 让他一棍子就把我派到这了 这哪是人呢 这是猴面的这是 哎呀又一想我怎么了 我师父乌山老母 我师父传授我一宗宝贝 跟我讲的清清楚楚 不到关键时候 别使这件宝贝 你觉着是不利 为了防护自身 才能使用 这宝贝在这带着呢 我怎么不使唤呢 我要再不使唤 我命修医啊 想到这儿 打来打去 刀就单手 描划腕的小手 都训练出来 穿 白巴当之中 一伸手拽出一件宝贝 就这么长 小霸 霸是白银的 白银上进行的雕琢 拿着它上这花柳 上头是紫金钟 跟那小铃铛 里头还带铃铛胆的 就是晃的那铃铛 它不过小 再跟它在手中一拿 正好小撮的在马前 一举这条棍 丫头骗子 面对面 黄金灵就把掌中的小宝贝一晃 给我躺下吧 你还会玩呢 顿时是不省人事 大棍撒手 搬 搬 不是 搓跪给我搬上 他太可恨了 伤心活难 搬上了 到了本队了 风一吹 时间过得不大 他清醒过来了 叫着他头这个疼 脑心了他都疼 有点疼死我了 我二位 我也来凑队来了 哎呀 罗张清英 你看真好 早目棒处 咱们都凑到一块了 真好 仨人却叫人逮住了 今天仗打得太不利了 哎呀 他们仨不说 但是说黄金灵 把宝贝带好 心说这玩意真好适合啊 我老师乌山老母真疼我呀 幸亏给我一件宝贝 那我说这宝贝叫什么名字 晃魂灵 您听这名晃魂灵 当啦啦一晃就魂没了 人没魂了还怎么活呀 当时就昏迷不醒了 那我说是那么回事呢 将来咱们再解释 从而言之这件暗器就叫晃魂灵 揣刀了 然后催马到两军镇 把三尖两刃刀一晃 呀呆 唐宁的仲将你们听着 哪个过来 哪个不服姑奶奶收桩包园 他来劲了 第四个过来的飞驰旁人 正是大老城的孙子过来了 小磕不嘴成千宗 成千宗 成千宗怎么过来了呢 憋会儿 他挨着玉池江和玉池松 都是小年轻的 玉池江玉池松就看着他 没事拿着都咳嗽 我说你们老成绩的人呢 我们都发现了 狗仙帘子全只是嘴 一辈辈都是这样 光只是这个干这个 光只是那个干这个 到了一定的时候了 都往后退 你看这一个一个一个人都过去了 我们都想过 但是心里不负气啊 你们老成绩的人老往后哨啊 我是罗子是马得牵出去溜溜 他俩这一股火 小磕不嘴来劲 呆着 你心的老成绩人都吃白饭的 这会叫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他也没请令 催马轮着大幅地到了两军镇 跟黄金陵马大队都 哎呦 丫头 知道我是谁吗 黄金陵你看这位长得也不怎么地 小蓝的脑袋 哎呦 长得眼睛往外突出着 脸蛋都往下嘟了着 多少还有点草包肚子 铜盔铁甲倒挺威风 呀你是什么人 你做文章了 我我的名也不小 一报名恐怕八 你瞎啪响 咱不报别人这名 报别人名给吗 你瞅你后边 那老头子没 看见了 这知道谁吗 不知道 鲁公 这00的好 There being 或者监中 大得奥 我爺爺排行第四 走马曲金蹄三府的定瓦岗 探 대阙得大�vit 做了三年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另外还做过十八国的独盟主 司马投唐保了唐朝 现在官拜卢国公之旨建官大三姬 我是他孙子 我叫程千宗 我知道了 老成家的人的确是有名 要提起来那老头轰雷贯耳 我早知道有名 另外我还凭说过 程小金和你们老成家的人 似乎在大唐朝来说 是鼎鼎有名的 行吗 大饭桶 我什么丫头 你个缺德 鼎鼎有名的大饭桶 你损头 你扎无复杂 呸脑台 小鼎踢牙 掏你的耳朵 马波回来 呸脑台 小鼎踢牙 掏我耳朵 程耀金在后得气点 这孩子没出息 你说后半截我露脸的事你说说 我前半截那丢人的事你怎么都说出来了 哎呀这海的二百五 再说我交给你是三斧子半 你怎么把那半都忘了 正好就回三斧子遮两下哪行 打来打去被人家走马火轻 也给逮住 带回本队 哭通一扔 板 板 这回好 四人两对 五花大棒 全给捆上 其他的战将不服 还要请令出战 程耀金想不好 不好啊 同工这些孩子都跟着我 都叫人逮住 我见着殿下 见着大帅 我怎么交代 吩咐一声 授兵 打了白杖跑回去了 老程授兵撤队 回了连营 马上告诉书记官 写了搬兵求救的文书 马上快写 把手要盖上 报到白湖关 两阵阵前打了败仗了 恳求殿下大帅速派冤兵 写的是清清楚楚 六百里夹击 派人送走了 把老程给急的是长须短贪 我只说呀 英雄出少年 老那么讲 长江水后浪催前浪 尘世上新人换旧人 结果我想错了 黄鼠狼下斗杵子 一辈不如一辈 都是窝囊飞 你说我带一帮饭桶出来 这就瞪眼都玩不乱 这样落到人家手里 他还好得了吗 甭闻到 孩子们都活不了了 我对不起他们这老人的 这这这这这 正说到这儿 都一胡过来 爷爷 什么事 我爷爷 修掌他人的威风 灭咱自己的锐气 我那阵请令出战 您不答应 您明金收兵了 可是是兵家胜败常事 这也算不了什么 我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咋怎么办 您别着急 别着急 我相信就把他们四个抓住 也不能当时就杀了 想要从他们嘴里 要问出一些事里 你说是不是 咱们要抓住人家的人就能说杀吗 想了解了解对方的情况 肯定几个人得受点刑犯 得遭点罪 一半会儿死不了 末将不才 我打算今天晚上夜叹骆驼岭 我进城留得一趟 我看看这哥是个死活 另外我还纳闷 我不知道那鸭子片的兜里 穿那小铃铛那是什么玩意儿 为什么那么一晃荡 人就躺下来 这边可邪乎 这个就是说我们大元帅 梵梨花来了 比梵梨花还有能力的 也架不住他那一晃荡 他那里他有病的玩意儿 我想进城去摸摸底 我看看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如果有机可乘 我打算把他倒出来 或者把他给毁了 那鸭子片子也没这玩意儿仰仗着 他就完了 那时候我们再打骆驼岭 也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行 行啊 一虎 我真没想到你 刚才刹那之间 你猜我想起谁了 想起了我们瓦岗山磕头的老十八 小白猿猴军机啊 我想如果猴军机要在这 大功告成了 那猴军机太有能力了 高来高去陆地 飞腾走高楼月大厦 如履平地 横跳江河 树跳海 万丈高楼 脚下踩 走千家过百户 如履平地 那轻功都占了一绝呀 可惜他不在眼前 我说小子你有这能力吗 爷爷 你说咱爷俩出了这么长时间了 您还不了解我吗 要想起码我不会 我是部下的将官 这您也是知道 我也没少立功 要想起码上出去溜达 爬山 越岭 跳沟 像您说那什么穿房越脊 滚脊爬坡 飞檐走壁 那我太内行了 我就学的这个 我老师就这么教的 不过两句阵前 我这玩意没有用场 现在用上了 您就交给我 我夜叹落叹岭 您没放心得了 好孩子 好孩子 一伙 你要去办三件事 牢牢记住 您说吧 拿三件 把这几个人给救了 可别让他们死了 假如说个不幸 有死的 还得有活的 把活的一定要救出来 保证他们的安全 没错 我就为这事 第二样 你看看那小灵灯是什么 你刚才讲话了 这东西非把它毁了不可 非给偷出来不可 要不就对咱们大大不利 是啊 我也说了 第三样 你进骆驼岭 你好好查查 里边究竟有多少兵力 从哪进兵和事 哪是薄弱环节 你画一张草图 下一步就是大帅来了 我们攻打骆驼岭 也就方便了 三件事你能办到吗 没问题 交给我了 爷爷 咱把丑话说前头 要说万无一失 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呀 人有失手 马有漏蹄 我尽力而为 天黑我去 天黑我去 您说还得办这么多的事 什么时候回来呢 天亮以前 天亮以前呢 我肯定回来 我要是回来 说明事我办成的 我要没回来 大概我就归位了 我爷爷另想对策 别指着我了 好吧 孩子 别说那不吉利的话 听没 你肯定没事 你这个聪明劲 我知道的 爷爷 还有点事 我要办成了 原来那事 您忘没忘 什么事 看你这 老不拿我这事 当回事 我不是看上 姑娘薛金莲了吗 你老叫我等着 老叫我在两军人间立功 我说我这回 要立了这么大的功 比如说成了 您得给我保没呀 你看这个结婚 那个结婚 您都结两次婚了 我一次还没一次呢 您能不能给我提提这个事 跟殿下哀求哀求 如果这事成了 我忘不了您的好处 我说你这小子 这事你算忘不了了 刻骨铭心了 怎么办 你要真办成了 爷爷对得起你 我肯定厚着脸皮提这个事 但是成不成 那我可不敢说 我可不敢说呀 我尽量处成 那行了 有您这句话 我就有了劲了 您就听喜气呗 那孩子都有好多 当天晚上 斗衣红 周身上下临辰力落 短一斤小打扮 外衣不要了 虎皮头筋 虎皮看肩 腰肌肌砍肩肌 五皮大棍有液碳 骆驼岭 7月9日